长达123页的调查报告 世卫国际专家小组30号公布 却没有写出新冠病毒起源 列出了较有可能到极不可能的病毒源头 最有可能的管道是从蝙蝠 透过其他动物辗转感染人类 或是蝙蝠穿衫甲直接传染给人 而较不可能的是透过冷冻食品传染 而且强调实验室泄漏 是极度不可能的病毒源头 白宫指一报告内容 要求进行第二阶段调查 欧盟执委会虽然表示 这是有帮助的第一步 但英美和日本等14国则认为报告脱太久 又缺乏关键资讯 就连世卫秘书长谭德赛都坦言 大陆没提供足够数据 敦促还需要更深入调查 北京对于这件溯源报告则表示赞赏 至于去年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声称是美军把病毒带入武汉 但世卫组织报告却对这个可能性直子未提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反呛 美国不敢像大陆一样磊落 那么美方是不是可以同样的坦坦荡荡 光明磊落 大大方方的也邀请专家去 进行考察研究呢 世卫国际专家小组 今年1月获准进入武汉调查病毒起源 但证据怀疑早就被消灭 如今拖了好久的调查报告 终于出炉却依旧没结果 新冠疫情的起源究竟为何 恐怕已经难以追溯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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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